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终呢让这个企业无所适从或者长期的处于这种不公平或亏损的待遇 所以因此我想有两个建议 一个呢就是应该不光是给这企业评级 银行给企业什么ABCD级 然后你A级什么A级是吧 那么我们享受的这个贷款的条件不一样 地方政府地方的投资环境我觉得应该评级 你这个地区如果说总说话不算数 那就应该给它评什么级 那企业将来投资的时候就要考虑 同时呢我建议呢再成立一个投资保险公司 也就是说这个第三方的保险机构 对这个一个地区根据它的评级成立保险公司 这个投融资双方 能够这个保险机构啊 起到这个稳定器的作用 这样的话能够拉动投资 同时让这投资者啊 更加放心的去在这样一个好的投资环境下去投资 同时呢这样一种做法可以促进 这个地方政府啊 在投资环境的营造 创造更公平 更透明的这种投资政策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好的投资环境 无论对民企和对国企都是重要的 对民企和对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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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 对国企和对国企和对国企和对国企业